并爱瞎看平底坎大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鸡 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处理方法不对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甚至还会牵连其他人 微小的变化就会引起事物的连锁反应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如果你不信 那就听听今天的故事 今天小鸡和你一起回味阴阳路 二十周年纪念之作 常在你左右 医院里的一次检查 使得大卫突然得知 自己已是肺癌晚期 时日无多 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大卫开着自己的出租车 在道路上急驰 一口口酒灌下肚 他不明白这一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上天为何如此不公 而在附近的天台上 一名身着蓝衣的女子心如死灰 同样的一条街上 休井的Sam带着妻子阿斯 和姑母龙婆正驾车路过 可就是一刹那 龙婆脸色大变 似乎预知到了什么 他告诉Sam如果想要命的话 就开快些离开这里 果然大卫酒醉失控冲向他们 好歹Sam一个急转弯躲过 可后车要去接未婚妻 与其下班的男子帕克 就没那么幸运了 两车迎面相撞 当场毕命 就在这时 蓝衣女子小红也从楼顶一跃而下 恰巧坠在帕克的车上 而不信邪的志强正从烧纸的阿婆旁路过 被凸起的火苗吓了一跳 便咒猛阿婆为何不去别的地方烧纸 这边Sam见到如此严重的车祸现场立马报警 姑母龙婆则在车里担心地看着这一切 一旁经过的林雪夫妇带着侄女正巧看到新闻经过 侄女探出头去 对着车祸现场一顿连拍 但就是这一场离奇的车祸 无意间将户部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 志强是一名普通的武功 可他生性好赌欠了一屁股战 小红的丧事正由他负责处理 听闻小红有一对龙凤卓与其陪葬 他便默默打起了主意 焚烧的及时未到 家人也只能暂时止步 志强趁机独自打开棺材 只见小红一袭红衣 冰激雪夫 他像模像样地道歉一番后 便从小红戴着伤痕的手腕上 取下那对龙凤卓 还保证搞定一切后 会还给他更贵重的 可不曾想 刚下班志强便被债主堵在巷子内 面对威胁 他声称自己刚从殡仪馆搞到货物 卖了就有钱还债 要债的一听直言晦气 自己可不敢要这种缺德钱 这些不宜之财可是会一直跟着志强的 可生活已经如此糟糕落魄 志强才顾不得这些 回家后精心摆放 拍照上传售卖 一气呵成 半夜志强被留言声吵醒 发现买家有意购买 便拨通联系方式 可电话中却传来刺耳的声响 再次拨通 门铃却想了起来 可猫眼中什么都没有 门铃再次想起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他壮着胆子探查一番 可偌大的走廊上仍然空无一人 回到屋的志强刚想抽根烟压惊 但手腕处竟出现 小红自裁般的伤口 受到惊吓 他疯狂的搓动着伤口 而在身边 小红正死死的盯着志强 好在电话响起 幻觉才得以消失 买家与志强约好交易时间 次日志强来到约定地点 买家告诉他 自己身着红白条纹的Polo上 可一个小时过去 也没等来人 甚至买家的电话都打不通了 去商店买烟的功夫 志强被警笛声吸引 本想去凑一下热闹 没想到在自己等人的转角处竟突发意外 死去的男人正是身着红白条纹Polo山 志强心生疑虑拨通电话 破烂的水泥屋檐又一次坍塌 死者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志强深感不妙 刚准备离开 买家再次打来电话 眼前是几名警察抓不到一个红白条纹的一犯 这下志强慌了 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等待电梯时 却在新闻中得知被压死的买家 正是多宗抢劫案的再逃犯 家门口似乎被人泼上了鲜红的液体 手机的响起是志强不小心摔倒在地 电话另一头无人回应 他手里紧紧捏着龙凤镯 以为这一切都是要债的吓唬自己所为 志强自言自语 反正怎么样他都不会还钱的 可自从这个镯子拿回来后就没预见过好事 志强直呼真邪门 打算第二天一早便去档铺出手 可第二天正巧赶上档铺休息 只好去马路对面的点档铺 可乍一看迎面而来的不正是小红的家人吗 小红的未婚夫竟和小红的妹妹手牵着手 看来小红选择从天台离开这个世界正式为此 下一秒 一辆卡车失控的撞向志强三人 志强瞬间失去意识 而那对龙凤镯也滚落在血迹上 从医院醒来的志强被要求做笔录 他却只顾翻找龙凤镯 但真的看到了警察手中的镯子 又不敢承认是自己的 这起车祸 小红的未婚夫造成重伤 已怀孕的妹妹则直接流产 这是两人应得的恶果 而小红妹妹的临床正是昏迷三个礼拜的阿斯 看到妻子终于醒来 Sam很是激动 医生也随之赶来检查 浑身是伤的志强一拳一拐地回到家中 自己卖货不成还差点丢了性命 真是倒霉至极 更闲门的是 那对龙凤镯经再次回到家中 呼得眼前红影闪过 抬头看去 一袭红衣仿佛丝丝血光 小红正双眼死盯自己 门外响起要债的敲门声 志强四处着闪 选择跳窗逃走 但红色烟雾还是穷追不舍 最终失去的小红与龙凤镯一同消散 而在志强对面的花店 帕克的未婚妻正巧买花离开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志强最终自食贪婪造成的恶果 既欠了人的债 还欠了鬼的债 短短的一生都在被追债 护士雨昕本在等着未婚夫帕克来接自己下班 却没想到等来的帕克已经奄奄一息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二人阴阳两隔 距离成婚的一周时间化为永恒 他再也等不到那场约定的婚礼 来到目前 往事一幕幕浮现 帕克偷藏戒指 身心款款地向自己求婚 而那和雨昕共同运营海景度假屋 每天看日落 成为帕克最后的遗愿 于是雨昕辞去工作 倾尽所有买下房子 细心地改装后度假屋开张了 首次迎接的住客是一对情侣 女人面色不悦 原来她与男子并非原配 作为情人 她想让男人离婚娶自己 但男人不愿妥协 分手前 女人以最后一次约会为由 带男人来到这里 其实是想同归于尽 得不到就毁掉 女人用胶带封闭所有缝隙 起火烧炭 并告诉原配 两人要做一对鬼夫妻 此日 雨昕来给两人送早餐 几次敲门打招呼不应 只好用钥匙强行打开 这被眼前所见吓得大惊失色 随后 警察阿斯和Sam来到案发现场取证 听完临死前女人的录音 阿斯能够确认 这起案件不关任何人的事 可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使雨昕十分崩溃 这是她花光所有的积蓄 买下的房子 毫无疑问 会对生意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旁的Sam 关注到墙后的人影 便跟了过去 直接依红衣女子面目猙獰 Sam提醒她戴上头套 别吓人 红衣女子却表情无奈 你以为我想这样子吗 警察刚离开 两个记者就冲了进来 采访雨昕为什么会买下房子 崩溃的雨昕轰走两人 而Sam也提醒阿斯 这里真的有脏东西 于是阿斯便建议雨昕做场法事 并将姑妈龙婆的名片交给了她 夜晚雨昕查询兄宅 果然让她找到了相关新闻 原来这里的前房主生前是个十分爱美的女人 但在一次整容手术中毁容后抑郁 无奈女人以前的免责声明 医院也没有相应的措施 面对丈夫的嘲笑抛弃 她选择画上最美的妆容 独自离开了这个世界 看完后雨昕彻底崩溃 但为了帕克 她还是打算强撑下去 将房价从600降到500 正好林雪夫妇来到这里度假 看到如此便宜 两人便决定登记入住 半夜雨昕独自坐在海边 却突然听到屋内传来刺耳的尖叫 只见林雪夫妇惊慌失色 声声两人见到了脏东西 慌忙逃离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崩溃的雨昕只好自己来到楼上 房门突然关闭 万籁无声 只能听到水管的滴答声 雨昕大叫让脏东西出来见她 想起可能是刺激牵肠挂肚的未婚夫帕克 前尘影视浮上心头 一时间思念成河 雨昕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第二天雨昕再次降低租金 两名男子正是慕名而来 却是想要探险 雨昕愤怒夺过报纸 将二人驱赶出去 崩溃的雨昕打电话给报社 怒指他们没有证据乱写一通 这篇报道只会让生意雪上加霜 随后雨昕再打电话质问中介 可无良中介却以雨昕没有询问清楚 唯有抵赖 另一边看到报道的大卫也意识到 雨昕正是自己撞死的男子的未婚妻 她直接找到度假屋 开口就问雨昕是不是帕克的未婚妻 雨昕突然反应过来 眼前的大卫正是撞死自己未婚夫的凶手 她无嘴痛哭起来 一拳一拳的打在大卫身上 本就愧疚的大卫看着这样的雨昕心里更是难受 两人来到帕克的墓前 大卫真心诚意向雨昕和她的未婚夫道歉 她打算用所有积蓄来补偿雨昕 或者买下有问题的度假屋 可度假屋是未婚夫的愿望 雨昕怎能卖出去呢 她决定在里面住一辈子 大卫只好声称自己可以长租一间 长期做她的租客 看到大卫真心实意赎罪的态度 雨昕也答应下来 也就在这一天 赛姆精心准备为妻子阿斯庆祝生日 可是阿斯很是疑惑 自己明明下个月才生日 赛姆解释这次是预祝 自己会为阿斯庆祝到他生日那天 还拿出50封生日卡送给他 本因为阿斯会像电视剧里一样感动 没想到他却以为自己有事情隐瞒 收下生日卡后 两人开心的亲吻在一起 夜晚阿斯在一旁熟睡 而赛姆却笨拙的整理着他的化妆桌 每个动作都那么小心翼翼 生怕惊醒心爱的妻子 此日清晨 大卫注入度假屋 愧疚的大卫还是坚持让雨昕考虑一下 把这里卖给自己 经过诸多怪事 雨昕听从阿斯的建议找来龙婆做法事 只见龙婆倾洒糯米灰同前见 一阵抖擞过后 成功抚平怨气 龙婆告诉雨昕 所谓的脏东西不是帕克 而是一个女人 看来正是前任屋主 而龙婆离开前也交代雨昕 你的运程不太好 一定要积极些 另一边 B馆门口 墙上贴满要债的图文 债主直接抓住志强 可志强还是那句过几天就还 前来上班的领导看到刺警 直接准备将志强炒了鱿鱼 走投无路的志强又来借钱赌钱 不过这次他的运气施加 多次买中 迎来的钱正好够缓债 但一想到自己会一分不胜 并下定决心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可十读九书 这次所有钱再次被输得尽光 一瘸一拐的志强收拾好东西来到度假屋 眼神闪烁 似乎精神不太正常 一旁大卫似是察觉到这一切 夜晚 志强回想自己如过街老鼠般的一生 他就算死也不会还钱 在本子上写好遗书 掏出准备好的煤气罐 呼吸急速很快便窒息 半夜 屋外电闪雷鸣 大卫来到志强房间插房 见敲门无人回应便推开 发现志强已经离开人世 但第二天早上 大卫却声称自己没有见到志强 雨昕担心的来到房间 一开门 屋内却什么都没有 大卫却解释可能只是逃单 雨昕暗自庆幸 不是在这里做傻事就好 萨姆偏心的做饭等待阿斯回家 看到他满心欢喜 用信用卡积分兑换的唱片机 萨姆不住吐槽了两句 但话语中满是对阿斯的溺爱 正在这时 门铃响起 来的正是姑妈龙婆 可萨姆却若有所思 待阿斯不在旁边 龙婆突然质问他 你什么时候准备告诉阿斯 看来萨姆真有事瞒着他 夜晚 萨姆签了许多提款单 将他们藏了起来 此日 一名高中生入住度假屋 雨昕看着夜晚还明亮的屋子 担心的送去糖水 高中生谎称自己在温习功课 实际上本子上却写满了死字 而雨昕也睡得不安稳 翻来覆去直冒冷汗 突然传来的声音使他惊醒 雨昕预感不妙 直接飞奔上楼 敲门声吵醒沉睡的大卫 他直接撞开方门 发现女孩已掉在绳子上 雨昕当场崩溃 为什么又有人在这做傻事 为什么一个个都不放过自己 大卫强装镇定 他熟练的戴上手套 锯掉绳子 戴上口罩 拿起锯子准备处理 雨昕想要报警上前拦住了他 大卫不想因为这些 在影响雨昕的生意 这里的一切责任 他都会承担 就在这时高中生醒来 大卫只问高中生 为什么不考虑别人 这样做会害惨雨昕 高中生哭着道歉 自己只是怕考不好 没进大学 大卫安慰他不要逃避 快点回家去找你的家人 四日早上 两人送走了高中生 但没想到 学业的压力下 他最终还是选择 离开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海边一个摄影师 在拍照时 发现零散手脚 经查证 正是志强 接到报案纳斯 例行排查 大卫和雨昕 谎称 根本没见过志强 入住登记本上 也确实没有志强 来过的痕迹 警察之后 离开这里 但雨昕联想起这一切 他害怕的躲闪着大卫 原来是大卫 撕掉了他的登记记录 他只是不想上 那些人的行为再影响雨昕 夜晚 塞姆买了两个冰淇淋 给阿斯 两人恩爱的 坐在路边的长凳上 他想让阿斯 整理好家中的东西 阿斯误以为 他是嫌自己东西太多 可他只是想试探一下 还可以给阿斯 买一个更大的柜子 聊天间 却见死去的志强 向远处走去 塞姆急忙追赶 将他叫住 惊慌的志强 将一切真相都告诉了他 那晚 推开房门的大卫 看见志强呆立当场 他第一时间想要报警 可是脑海中 不时响起 雨昕的哭声 纠结之下 对雨昕的愧疚 让他做出了 毁尸灭迹的选择 雷电之后 那一夜下起 庞陀大雨 每一滴 似乎都在刷洗 这罪恶的痕迹 当雨昕知道 这一切的时候 大卫留书一封 字里行间 无一不再诉说着 对雨昕的愧欠 自己得了绝症 本就时日无多 上天早就给自己 判了死刑 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到底该如何弥补雨昕呢 唯有那所有的积蓄 唯有那自首 坦白承担责任 往后的日子里 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 与此同时 大卫来的警察局 以非法处理 尸体的罪名自首 监狱里 他将衣服 撕成布条 绑在栅栏上 闭上眼睛冲刺 绳子拉扯 让他倒在地上 面对良心的谴责 他坚定的赴死 而雨昕则一直坚守度假屋 生意也越来越好 所谓风雨过后 就是彩虹 经历过未婚夫身亡 度假屋 生意惨淡 痴情的雨昕 终于越过难关 警察局内 阿斯总觉得雨昕 还是有嫌疑的 但丈夫Sam告诉他 雨昕什么也没有做 此时收救货的来了 正是林雪 阿斯让Sam不用等自己 让他先回家 但是同时却莫名其妙地 看着他 自从昏迷醒来后 阿斯就神经兮兮的 这些旧漫画 让林雪如获至宝 可阿斯却认为 这都是垃圾 如今在网上 什么都可以看到 林雪却直言 收回来的东西 可以变成别人难忘的宝藏 还介绍自己的店 希望阿斯有空去看看 回到店铺里 林雪又听起侄女的唱片 感慨如果侄女还活着 一定会成为天后 或想起侄女 首张唱片发行时的场景 三岁时 父母就离开了他 使自己含辛茹苦 将侄女拉扯到大 侄女在唱片上 签上独一无二的一掌柜 送给了早已 如同生父般的舅舅 无论多少次回想 那天都是那么幸福 妻子回来 看见林雪的哭壮 心如刀绞 便把唱片收了起来 而扔垃圾的 萨姆则遇到 身着黑白衣服的 两名青年 他恳求二人 再给自己点时间 见他诚心祈求 二人再次宽限他一周 此日 为了配合自己换的唱片机 阿斯来到林雪的店铺 偏意使然 阿斯逃来的 正是林雪侄女的那张 恰巧老板娘低头找东西 并没注意到 阿斯对此次的唱片很满意 一旁的Sam还说 他买到了珍藏板 他知道自己以前老责怪阿斯 他向阿斯道歉 阿斯想让他再说一遍 Sam难为情 用一个吻结束了对话 他兴奋地拉起阿斯 一起跳舞 而阿斯还惊叹 结婚后 丈夫就没再和自己跳过舞 今天是怎么了 另一边 回到店里的林雪 发现侄女的唱片不见 便询问妻子 妻子声称自己心疼林雪 每次都会哭 直接扔了一了百了 但林雪却认为很过分 商人的话语脱口而出 气愤地赶妻子走 仅仅因为一张唱片 老板娘觉得丈夫不可理喻 于是伤心离去 另一边 Sam和阿斯相拥而眠 咫牙一声 卧室的门被打开 直接已逝的侄女 在黑暗中出现 唱片却自己想起 两人起床来到客厅 阿斯以为唱片跳针 可Sam看到女人的头颅竟随着唱片机诡异转动 开灯后又消失不见 于是Sam准备将唱片遗弃 两人一同将唱片扔进楼下的垃圾桶 第二天闹钟吵醒阿斯 刚起床就看到唱片在对面 吓得他惊醒了起来 Sam告诉可能他昨晚回来没关门 阿斯就急忙起床确认一番 正巧看到了寻楼的管理员 阿斯误以为管理员把唱片捡回来 放在自己家里 可管理员真捡到的话 早就自己拿走了 看着诡异的唱片 两人决定把他扔到一个更远的地方 可垃圾桶旁的阿婆 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嘴巴微张 张开双手做事向后退 夜晚阿斯从床上惊醒 他拖着僵硬的下身 丝毫不惧拖动身体的疼痛 一步一步的爬到扔唱片的地方 疯狂的翻着起来 第二天 醒来的阿斯发现唱片再次回到家中 看来从何而来就要还到哪去 他前去旧货店铺将唱片还给林雪 正巧老板娘也在门口误会解除 林雪夫妇和好如初 他答应老婆再也不会当着他的面哭了 次日晚上赛姆和阿斯出来散布 赛姆决定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而阿斯最近也意识到了赛姆的奇怪 阿斯十分着急 但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紧紧相拥 身后又是那两个男人 赛姆转身就跑 两名男人穿过阿斯的身体 疯狂追赶 阿斯也紧随其后 时辰一道 只要三姆跟两人走 他和阿斯还有来世 否则将勇士不得超生 阿斯见此状 开枪威胁两人放开三姆 此时三姆终于把事情真相告诉了阿斯 原来两名阴差正是黑白无常 而三姆其实在车祸当天就已经意外去世 那天他下车报警时 林雪夫妇的侄女探头拿手机连拍 被前方的卡车撞地失手分离 上半身将三姆撒飞在铁厅上 阿斯当场下雨 而三姆陪伴阿斯的这些天 只有他能看见三姆 三姆害怕告诉阿斯的真相 自己就要走了 他只后悔以前对阿斯不够好 于是便停留人世 尽可能的做很多之前没做过的事 他喜欢看阿斯笑 想在走之前看着阿斯再笑一次 可阿斯无法强装笑语 直接哭成了泪人 可如今已是阴阳两隔 萨姆被黑白无常晋升 永远地离开了爱人 阿斯痛苦地跪在地上 很想开枪陪萨姆一起走 却被赶来的警察阻止 阿斯被一生诊断为思觉失调 因为不愿意接受事实 所以经常会出现幻觉 萨姆仿佛还在身边 向自己挥手 自己也会尽量保持最美的笑给他 天涯地角有穷时 只有相思无尽处 奸家之思 明心刻骨 而雨昕则握紧项链 告诉相片中的丈夫 我已经嫁给你了 无论如何 我都会撑下去 让我们的度假屋越来越好 本片完 《易烊录之常在你左右》于2017年上映 本片延续前六部的风格 恐怖中带有喜剧色彩 内容情节上恐怖之余 还引人深思 首先 龙婆的出场和开场白 一上来就让人不禁感慨 还是老港式恐怖片的味道 强大的演员阵容 三段式的故事结构 有意知境的挥手镜头 以及诸多老面孔的客串 比如饰演阿萨未婚夫的林德信 追债人卢慧光 管理员张达明等等 你们认出了几个呢 故事印证了蝴蝶效应这一说词 本毫不相干的四组人 因为一场车祸而紧紧相连 因为一个微小的变化 就影响了事物的发展 大卫接受不了自己患上了肺癌 便饮酒醉驾 不理智的行为 导致雨昕的未婚夫帕克出了意外 因为车祸的发生 萨姆永远停留在了这条街 林雪夫妇侄女也被车祸吸引 丧命女子 小红正好坠留在雨昕未婚夫的车上 志强在殡仪馆工作 正好负责小红的丧事 因为贪念他动起了小红陪葬品的主意 最后人鬼追债 精神失控 自食恶果 而大卫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最终选择独自离开赎队 正所谓阎王叫你三更死 绝不留你 盗不耕 尽管龙婆提醒萨姆赶快离开这条街 可还是逃不过阎王爷的手上 天意不可对 每个人不负责任的决定 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我们应该尽可能冷静下来 而不是去进行一些 伤害自己生命的事情 可能再无意间 你的行为也会牵连到无辜之用 酒驾赌博不可取 却得势做多了遭报应 真爱眼前你所拥有的一切 热爱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下看不白看 感谢您的陪伴观看 您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